我始終覺得在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丟下希望的樓子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錢 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個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 你收看的是CC新聞 我會想說香港人的聲音 走出去 放眼世界 增廣見聞 不再做井底之話 新秩序 新香港 兩星期一集 兩台聯播 有我Kelvin 還有堅尼地政經 鳳志正 我們是不是 現在 Jacky 鳳 黃太特純者 Jacky 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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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英文一隻韓國魚在旁邊的公仔 還有很多東西在旁邊 不見了 不知道放在哪裡 對呀 先收起來 先收起來 危險 對呀 不知道是不是有國安上來執訪 難怪 畢竟你這個頻道也是扎根台灣的 不要那麼表明立場都是好的 所以我四個都放在這裡 我全部都支持的 OK 你也真厲害 你找到一個四個都放在這裡 剛才我在說的都只有 蔡英文韓國魚都是兩個 沒有人記得另外有一個 第三個白的我都記得 你多難得加了一個橙的上去 什麼蔡英文韓國魚 這是上屆的 其實每年去台灣選舉 最重要的就是買禮品 有什麼禮品 鳳梨酥 太陽餅 我那時候是有一個 什麼的 我是有一個蜘蛛合版的 韓國魚公仔 啊 然後還有最後一里路的燈 咦 我的豬呢 那隻豬又不見了 我真的有國安來掃牆 我這隻小豬前面都沒有 你沒那麼大聲的 講講說真的有 大鑊的 真的 你那時候有沒有觀賤的 你有沒有觀賤的 有 我去年年都有去 我是怕今年去不了 今年一月 我剛剛才回來 因為我又要去出旅程 你有沒有收到封 好像全香港的建制派 都收到封 說不可以去觀賤 媒體又不可以報道 是啊 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建制派 是不可以去看選舉 其實不是不可以去看 是因為你去簽證的時候 台灣的選舉 台灣的簽證 其實就是不讓你這些議員去做網上簽證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入籍簽 所以這個舉動就停止了你 台灣當然是歡迎 不過中國就不歡迎 另外 我每一次都去看書 最早是哪一屆去看 你不是李登輝的 最早是馬英九對蔡英文 重要蔡英文輸 最後一里路之前 一二 是不是一二 應該差不多 OK 繼續 牛肉很好吃 那邊 對 所謂關賤那些都裝了 只要不是每天都在買手信 吃牛肉麵 不過呢 先歡迎各位網友 不過沒什麼所謂 因為很有趣 各位網友 現在這個節目 繼續說一次 就是每星期的 星期六 四 星期四 撈亂了經濟KFC KFC就是星期六 這個笑談中國經濟星期四 今天我們講台灣 雖然很合乎國安 對 對 歡迎大家 這個節目肯定是聯播的 就是CC新聞和堅尼地 但是挺有趣的 各位網友就發覺 是有點不同 所以你們是歡迎你們看完 因為這個 在堅尼地 就有這個 神之剪刀 精剪版 精剪版 這個 還要是什麼 不是山減版 是精剪的 那些東西沒有減 對 它調位 很厲害 進展一個剪接的功力 非常厲害 但是這個 我們上一集就是 我把第二節放在第一節 我記得你上一集 第二節的笑容 開頭幾好 我是跟同事說 把第二節調去第一節 是有心的 大家經常以為 是不是不小心 有心要剪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一個節目這麼簡單 為何堅尼地 正正日常 逢同學 幕前幕後 都落了很多功夫 正所謂 黃太德純者 Jackie Fung 不好意思 爆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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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由CC新聞 就是RAW版 第一 第二件事 就是CC新聞 一定是1點鐘 除非一輪 在堅尼地 有時早些 有時晚些 所以各位網友 就適合轉變 但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訂閱 都要講的 加入Patreon 購買產品 因為根據Youtube精算師 朱立倫是政治精算師 根據Youtube精算師 馮同學的計法 近期收市的壓力很大 其實上個禮拜是好很多 前個禮拜都可以 但因為今個禮拜 不是網台的收市有壓力 而是整個香港有壓力 你看看整個香港最高的新聞 那個收市都低了 其實應該是今個禮拜 那些人的視頻時間 不知道去了哪裏 我猜是開始休息 又或者是日圓太便宜 去日本 Anyway 所以 感謝大家支持 我想問問問你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 以前反對派 去台灣官選 這個風氣 我想發揚光大 激進派 例如說黃毓民 所謂把台灣的選舉文化 帶下來的那種應援 造勢 那種 答客問 答客問 議會抗爭 其實建制派去看什麼 我也想知道 是否直接吃黃毓民 明白了 明白了 這個又要說 今天本來是因為我們準備了 台灣選戰去到進入直路 中國 都開始 其實你發覺在大陸方 都有些新聞出來 助選 不過不要緊 先說回台灣選舉 你知道嗎 去看選舉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 是最後抄了回來香港的 首先是毓民抄了很多先贏 原因就是 毓民根本上就不是去官選 毓民就是自己選舉 對不對 沒錯 毓民哪是官選 毓民分分鐘 他太太和王太 走出來 這個是我選舉 就是當事人 就是當事人 來看選 是 助選 是吧 根本上就不需要官選 最後就是 那時候的第一代寫文年 是否叫寫文年 是第一代 是 寫文年五指 寫文年五指 寫文年五指的年代 將整個台灣選舉風格 放回來 包括了什麼 答客問 答客問的意思就是 不是要候選人去答你說什麼 是要支持者自己懂得去做答客問 去衝出去說話 然後選舉的標語 標號是 口號 突然其次鮮明了很多 社民年那些鮮明 對 然後還有其海 其海一向都有 不過他真的離譜了一些 是 台灣式其海 是 插到通街都是 有Live Band 就是在這些造勢大會的時候 Live Band後期是建制派 反而先取得 就是在廣話後面要有Live Band 其實Live Band不是 是 Live Band是要 他在說一些很激昂的時候 旁邊的音樂師是要自己調節音樂 沒錯 沒有了 是有樂師出來 這些都是台灣選舉做回來 但後來香港的建制派都學了很多 那些造勢晚會那些全部都有 都是這樣回來的 開始就多了一些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以前的人說 為了要學選舉 所以無論是民主派去看 建制派都是去看選舉 而且是有接待的 不是說就這樣去的 那我明白 以前是僑務辦 僑務辦 僑務辦 就是我們跟僑務辦 可以 現在不看都對 現在都沒有選舉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這些不在香港的 我要跟大家說 十二月 多何死 我忘記了 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 對 一定要大家多多留意 一定是相當精彩的 這次 這次 糟了 我也忘記了區議會選舉多久 區議會選舉應該十二月 大家有空記得十月初 十日 十日 聽聞你好像會做專題 你是不是想挑戰這個收市 和這個選情 會不會掛勾 我們當然是關心社會要做選舉專題 所以已經講到 十二月起到一月 我們會做台灣選舉專題 一月起到下年十一月 會做美國選舉專題 所以我們是很有公民意識的 OK 那人大選舉的 你會不會關注 那些贏了 不是嗎 OK 講到台灣選舉 首先小弟身處台灣 如果有朋友 未必知道的話 所以都挺有趣的 之前都聽過很多 雖然我從來都不是 在任何政治背景裏面 雖然 不過當時我做網台 我身邊有很多社記 他們都會 逢是台灣選舉 他們很喜歡談論這個話題 又喜歡猜票數 我們都是聽黃毓民長大的 都會聽他分析台灣選舉 但我第一次 就是在地去看 並不是說你在地 是不是你會收到多些風 就不是這樣一回事 那你會留意多了 這是第一件事 因為都會發生在身邊的事 我不知道香港的聽眾 我們都做實驗 究竟香港聽眾 還有多有興趣台灣選舉 我就很強烈推介大家 在安全的情況下 去關注這件事 你不要突然 旅遊是可以的 我記得上一屆 真的是蔡英文 不是的 是上一屆 2019那屆 1920那屆 就是蔡英文那次選舉 我跟了一個建制派的官方的官選團 然後同一時間 就加入了沈旭輝的官選團 是兩個官選團一起去 頭半部分就去官方那個 尾半部分就去沈旭輝那個 最後呢 他叫了一個會 就是說 我們不如一起去某一間茶餐廳那裡 那間餐廳聚會 如果你聽到我們的呼召 收到我們的WhatsApp 又在台灣剛好 你就去那間茶餐廳 怎知道一去 去了三百多人 我記得 茶餐廳是不是即刻爆了 其實已經預料爆了 但沒有想到 爆到上一樓 爆到出去廳 外面又有東西 然後啤酒是要傳出去的 根本上裡面站不到位 你意思是要一盤門 即是等於開票的 還是其中一天 好像是開了 但最後一天 都差不多贏了 因為那時候對韓國瑜 差不多未到傍晚已經贏了 OK 所以你說不是沒有人 是很多人 而且很多人是遊客身份去的 明白 我意思是安全的情況 你去台灣看就可以了 例如你在香港看一些相關的報道 你不要播出來 很害怕 你知道後宣人突然說一句 我們要 即是他們說 我們不可以讓中國的入侵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大家就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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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收你的電話就不太好 所以大家就在安全情況之下 我建議大家關心的 為什麼有幾個原因 第一 我認為台灣和香港人 我們都在面對中共 面對的意思就是 你要跟他們好好溝通 你要了解中國 很宗盛的 對 面Face 面Engage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台灣是華語區裏面最像一個民主選舉 或者是最好看的民主選舉 以娛樂性來說是 沒錯 娛樂性真的很舊 很精彩 例如今天我們選擇的錄音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日子 因為今天接近藍白盒的關鍵時刻 因為三大巨頭 就是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和民眾黨的主席兼候選人阿P 物媒53分鐘 出來 整個媒體的包裝好像私下物媒一樣 所以你現在搜尋總統大選的字 就有什麼物媒 逼婚 驗照 驗照 上星期是 很精彩 我看過香港新聞很多 你知道我們香港最近的新聞是什麼 昨天那宗新聞是 李家超的日程又相撞不到APEC 今天還錄了星期三 星期三的新聞 就是謝展環說現在核污水問題已經繼續出來 我們未有時間表要退 核污水 我們還在說 三個月之前的新聞翻炒 香港的新聞就是恆大 赤字 匯豐 之前也有夜繽紛 所以台灣的娛樂性 真的高很多 所以這次就真的要說回台灣選 但我覺得今天來講 真的有一點中國議題說一說 我覺得先講出第一個 我覺得是合乎我們講中國經濟的問題 國台銘被人查稅嗎 是呀沒錯沒錯 這個你也有講到嗎 這個我們在光明頂講了一句 不夠膽講下去也不知道講什麼好 我們就知道中國的紅海面對著調查 而且在Boomberg出完新聞之後 沒有講到有任何的說法 就是說紅海回覆 他會全力配合中國政府調查 先講一下 其實我們一向不是三國頂立的嗎 什麼時候弄了國台銘出來的呢 嘩我盡量講 要講台灣選舉 大家知道小弟也做了一個特備 就是做一個特備系列 已經做了三十多集 台灣選舉講到講不完 而且其實因為上一次國台銘宣佈參選 終於宣佈參選時 就是Jacky Fong做了一集 我就覺得 看網友有沒有興趣 我做了一集就呼應你 補充你的一集 所以也講了一點背景 但如果今集有些新的網友來 我試試盡快講 其實郭台銘上屆也想參選 上屆也想參選 上屆也想參選 最後呢 基本上被國民黨 以我講法 就過了一洞 最後就是韓國瑜 郭台銘就憤疑推黨 好了 今次他又想再參選 因為 看到國民黨 好像沒有什麼聲氣 這個又要很簡短的說明 現在這個民調就好像 賴清德好像很高 很穩定 連續幾個月都很穩定 不是很高 很穩定地高 很穩定 三十多個 最近跌了 突然鬼鬼地跌了 但保持穩定地領先 一個段距離 比第三個 大家覺得好像民進黨很厲害 上年的藍 九合一是 今年年初的 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是大敗的 其實國民黨是大勝的 其實當時國民黨打算總統贏了 差不多的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在贏了 當九合一大選贏了之後 其實已經已經談好數了 我做總統 你是做什麼 只差的是誰做總統 好了 那時候就想誰出來做候選人 當時民望最高就是侯友宜 因為當時他的票數高 而且他在市長的民望是很高的 但是奇怪地 遲遲都不公佈怎樣參選 當時郭台銘出來說 我又想參選 郭台銘 不知道是不是 你又要加入 你又理解的 因為他都首富了 幾千億身家 是不是 人生的目標就是想做總統 就是這樣 於是 但是遲遲 國民黨又不講怎樣去公佈 搞了很久很久 終於一出來就說 我們用一個 他們的民調機制 選了侯友宜 但是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 侯友宜的民望 其實侯友宜的民望是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跌了下來 對 他是直接好像IPO那些 厲害 IPO 我上市了 糊魚 一上市就糊了一聲就跌下來 他最高的民望是民調是五十的 差不多 很誇張的 然後馬上市就跌下來 那麼郭台銘呢 就沒有了 但是郭台銘呢 有一次又想 他說好了 我會全力支持侯友宜 但是 不斷嘛 你又說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結果你又過了一段 於是郭台銘就有很多動作 還到大祈福啊 又過去美國啊 又出書 在8月8號芭芭節出本 郭芭芭的書啊 然後就弄了很多地區的 地區的 不同黨派 國民黨裝腳 其實很多是國民黨裝腳 是的 主要是國民黨裝腳 又做很多的活動 於是呢 國民黨就跟郭台銘就很奇怪 那個關係很奇怪 他們就曾經就落了一個格殺令 所有資料不可以再支持OP 因為OP就說出我會參選 但是郭台銘沒有說 你想想 由侯友宜出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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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8月又沒說 9月又沒說 直到他 講完之後 你做了那個特備節目 所以呢 好了 這個就是前轉 出來之後 郭台銘的民調 其實呢 是5至10%左右 基本上是 接近很被邊緣化 他公佈了他的副手 拉披士尔之後 聲音之後就 沒有拍了 再跌一點 差不多再跌了 因為他副手不覺 原來還有一個美籍 接著又要負責退美籍 對 郭台銘參選有一點不同 因為他不是政黨推薦的 他不是政黨推薦的方法 唯有用聯署 有一點像公民提名的概念 有一點像公民提名抄聯署 這個是你講的 絕對是 絕對是 但是我想說 你講得出公民提名的人 也有差不多年紀 這個是公民提名首尾門 是2014第一次佔中的 暴露了我們的精靈 10年前 2023 等於你講什麼反高鐵那些 什麼皇后馬頭 你也有一定的年資 好了 這個聯署的門檻 很滑膽 選舉人數1.5% 所以算出來 289,667票 然後他就要在 我們錄音的今天 11月1日 他就要交數字 好了 他交數字 看看能否交到 但是交數之前 有什麼重要事發生了 就是因為 剛才Jacky說了 就是因為拉佩斯亞 他是拿美國籍的 你參選 你就不可以雙重國籍 跟香港一樣 你就要放棄美籍 放棄美籍 就不是你說放就放的 你要去 那個美國的 哪個 國務院 AIT 經AIT 就要去做這個過程 放棄美國國籍 上一次 有這樣的事件 那時候就用了五十多天 這次就覺得很民粹 誰知道上兩個星期 30多天 在AIT主席 再來台灣之時 就放棄成功了 宣佈放棄成功 郭台銘基本上已經可以參選 關於中國什麼事呢 因為中國當然不想郭台銘出來參選 分駁了 這個在野 的票源 現在就很清晰 在眼中 一邊就是 民進黨 另一邊 全部都是有中的 我不說 投共親中 共聯會和民建聯 類似建制派的意思 全部都是有中的 都是兩岸一家親有機傾派的 包括國民黨 民眾黨 和 郭台銘 所以當時 郭台銘很活躍的時候 國台辦 宋韜曾經出來 做過一些活動 就說 這些人有忘恩負義 所有 剛才你說的國台 國民黨的莊腳 曾經一陣 是全部 蕭聲匿跡的 好了 這次就出重招了 出重招了 就是當美國 你快馬加鞭 讓他放棄國籍 喔 即是你美國人玩東西了 你美國人玩東西 我想說 當時他放棄國籍的時候 是有人計算過 我忘記了 風傳媒還是哪一個 但是其實有出了來的說法 是說他應該不夠時間 去放棄國籍 安道理 因為上一次是五十多天 但這次是三十 隨便三十五六天就放棄了 所以在中國的眼中 你美國人出手 那我就出招了 第二天就出什麼 就是 剛才朱基峰說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 洪海茶稅 或者富士康茶稅 一查之下 市值 沒有了錢 有幾樣東西 他當然 和大家說 不是 我公事公辦 查稅的東西 依法辦事 你信就相當之天真 第一個 那麼敏感的時間點 第二 是跨部門 跨區 富士康不是只有 一間廠 富士康是全中國 他是差不多 如果你說 聘請人 他差不多 頭三的 他有七八十萬員工 他也佔中國的GDP出口 出口是一定的比例 總之是頭三的出口廠 非常之重要 所以 訊息很清晰 我告訴你什麼公事 你佔中國多重要也好 你牽涉 影響 我們 應該怎樣說 國家主權 你威脅到我們國家 或是大家統一的話 我都不會放過你 去到這裡 我們就要介入國安港 當他查稅的時候 這件事一定要說說 郭台銘和鴻海的關係 現在有點尷尬 我們都知道郭台銘一定是 撞了鴻海 畢竟他是創敗動 他最有大股東 但是郭台銘今時今日 是不是已經不再在鴻海 持有任何的崗位 沒有任何職位的了 沒有任何職位的了 他只是我是shareholder 我賠償了 沒錯 如果按道理的話 其實他這次的查稅 其實只是傷害到 我純粹罰你錢 不過我就 自選100 我搞你的台商 然後就令到你身家少一月錢 其實這個就 之前已經看到了 中國是非常之不喜歡 郭台銘走去搞亂選舉 因為現在三抽一 或者二抽一藍白合擊 都搞不定這個民進黨 現在你把郭台銘放進去 有機會甚至乎 未必是拉到賴清德的票 現在似乎是他拉了兩邊 兩邊一起拉扯 他簡直是搞亂局的一份子 但是說到這裡 要說一說 其實這件事都是自選100 那時候說 台灣選舉搞台商 是嚇跑了一班台商 而且台商在中國的經濟上 是佔了一個 我們可以說進出口 或者製造業 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是嗎 沒錯 這個你自己有本 有一集節目你都講過 關於台商的貢獻 但是這個就是 堅決防衛國家主權的那種決心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如果他有這麼大的人 去解除台商 或者這麼多錢在那裏 我搞一個台商 你還搞我龍頭那個 國台銘你都搞 我其他台商就拔了 沒錯 所以那一刻 你知道中共要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 我們都不容忽視的 他就像香港那樣 維護主權的立國安法 你們說他 不是啊 你拆走外資 搞到金融市場 什麼什麼什麼 很明顯不理 很明顯維護國家安全 是最重要的 這個我們很 我們很尊敬 是不是 厲害 我們敬而遠之 是不是 好了 說回這個 這個 重海查緒這件事 是的 郭台銘沒有任何公職 但是問題就是 他受不受到那個壓力呢 你沒有公職而已 那間公司是你創辦的 這個訊號就是 你再這樣搞下去 跟你連根拔起都還可以 第一件事 他不是搞你 我搞你 你做的事 搞你其他人 雖然你可能有錢 是的 你沒事而已 你的舊公司 還有一大班供應商 那班客人 還有台商 你整個圈子都是那班台商 那他們全部苦口苦面 跟你說 郭爸爸 不要啦 你不要暫選 是不是 我就是 如果你民望高 你都說 你只有10% 都沒有 是不是 你都輸了 現在根據好像6% 就要下跌了 是的 你又輸了 你幹嘛要出來 搞死我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郭爸爸 究竟能頂不頂得住 這是大家要觀察的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你所說 其實台商 不單是台商 其實外資 都要考慮 就是你博不博 他這個最大的諷刺是什麼 就是 在野的這幾個陣營裏面 都是有中派來的 無論後友宜也好 Orp也好 無論 郭台銘也好 他們都說 你這個民進黨 搞到兵空戰危 我們就不同了 我們跟中共 有辦法談 現在一下子打下來 就是 你不要說什麼和平協議 不要說這麼厲害的事情 稅務協議都談不上 你連交稅都談不上 你跟我說要談和平 你談不上武統 更加諷刺的 出了事之後 第一個出來說話 也是唯一一個 總統候選人出來說話 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出來就說 我們要支持台商 其實我這個是最不明白的位置 如果我要打對方的手 現在對面案件很嚴重 我決定過來 去撐你長遠 或者要逼你的東西 我沒有理由 拿著自己的隊友出來 我現在有什麼事 我撿兩下李慧琼 你看我打兩下李慧琼 怕不怕 現在他的情況就是 我打兩下台商 當然國台銘都害怕 但是是所有台商都害怕的 因為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台商在這裏 你打多兩下的時候 大家台商就說 我玩多四年 我這次選舉還陪你玩 下次選舉 我真的不再留在中國 他這招用來做什麼 完全不合理 就是要給顏色 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想法 我們會計算 你會不會理會外資 其實我們一直都問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不要外資 可能他們覺得 不要緊 剛才我有俄羅斯 我們有Uncle Taliban 有Uncle Iraq 不怕 台商是我們的進出口業 自己人 你說Uncle Tab這班加入美帝 即是外人 台商一向都是當喬包 很好服務 對不對 其實跟選舉一樣 即是說 你DQ 你是不是嚇走所有人 你一定要宣誓 不然譬如你解僱的醫護 他的答案就是 你合作友好的 就繼續留在這裏 是不是 繼續友好的台商就留在這裏 我們不是全部台商都搞的 只是威脅國家主權 那糟糕了 情況就跟打田北辰一樣 我咀兩下田北辰 然後其他商人都問 你連田北辰也罵得 雖然田北辰在商界不是很大 但都叫自己人 沒有一刀鎮 我提供說田北辰真的很好笑 他不搞洞都很好笑 他說什麼 逐家逐戶拍門 然後有15個不肯聽他的政綱 他當這是選舉這樣做 這個才是很好笑 最好笑是他打給葉太 葉太說 你有什麼幫忙就找我 他真的打給你 葉太最後就說 我們黨內黨團開了會 你給不到票 還有他在錄音時間 昨天晚上那集友說 他最後是拿多了7票回來的 但那7票互相對調數 發覺原來你又給了他 然後打給地區小組主席 然後主席勸告其中3天退票 簡單來說就是令到每一張投提名票都是只有兩個提名 剛剛好不夠入閘 所以最後是 總之他只有一個入閘 總之結論就是田北辰多 這件事都不合理 你打田北辰做什麼 就等於你打台商做什麼 我打完田北辰 我再打了湯家驊 湯家驊也是只有一個入閘 然後再打了敵志遠 你看跪完之後 敵志遠一個都入不了 很聰明 對 他覺得沒事的 現在區議會 我們400多人去競逐 沒有任何是 自動當選 是不是競爭激烈 你吹他不像 所以我們講回台灣 我們要觀察的就是 因為我們錄音時間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是否順利入閘 郭台銘和拉培斯亞 錄音時間就應該拿了聯署 兩個星期之後就要點數 因為有些票有效 有些票沒有 究竟他能不能夠 正式成為總統候選人 我們就要再觀察 但是 那件事就是 中共出手 那個信號是中共出手 他不單止是查稅 還有幾招 我們就 去另一條戰線 之前 選戰陣營 還有一個人物 叫馬文君 說這個潛艇國造 的蝕民案 現在看來 台灣新聞很過癮 很過癮 再之前那宗新聞 就是醜聞前身的高雄安 現在沒有人 沒有人來了 馬文君 就是台灣國防外交委員 說他洩密 說你投共 現在為什麼突然間 整個攻勢化了 所以 連台灣的 評論員都覺得 這招這招出手 真的好像突然間 有個大佬出招 凌厲很多 爆了另一個 民進黨 都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趙 是不是趙天倫 我經常都記錯 趙天倫 他竟然有一個 中國的 情人 驗蝶 驗蝶 整棚想都被丟掉了 你說馬文君 國防委員會 就是親共 你趙天倫 你也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有一個驗蝶 誰是親共 大家攬炒親共對親共 共蝶對共蝶 然後就突然被拒絕了 我想說 馬文君的案件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證據 趙天倫的案件 很誇張 很多事情 你也可以說 民進黨 或者賴清德近來的民望 低了一點 其中的原因 趙天倫倫就不選 他就退出立委選舉 但馬文君繼續選 而他是很有可能 繼續做立委 所以大家留意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起碼在廣告之前 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 台灣選舉 北京正式開始干預 直接出手 我們很難說 我們沒有證據 不過 正如我們沒有證據證明 你繼續說 你是不是想說你沒有證據證明 李克強好像少了 心臟過醫生 你是不是想說 我感覺到你想說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 李克強的死因有可疑 但是大家自己明白 OK 我猜你想說這件事 OK 你剛才說的時候 我都想到一不一樣的例子 我都說 那些是說不說得 沒錯 不說得不說得 你這次有什麼廣告 是不是台灣機票聯食宿 你就是想說台灣機票聯食宿 OK 這次 這次我們 為什麼要幫我們買廣告 我們先看看 我都在開廣告 慢慢來 沒辦法 現在都多一些私人廣告 是嗎 當然是這個事 就是夾帶 夾帶私貨比較多 哦 當然要做機票聯食宿 不是呀 我們有這個獎學金 不是我們 記住不是我們 是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 就是這個 在這個11月19日之前 是繼續提升 收這個申請的 第三屆HKPN掌學金 去美國讀書 那你就可以申請到這個 三千幾百元的一個 就是美金的申請 詳情你就看回下面的 Description就有了 另外就是 白日之下 11月2日 白日之下的電影 就上演了 這個是 改編自 這個 劍橋護老院 若老事件 就是講一下一班偵查記者 怎樣去調查 怎樣去發掘真相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超好看 我自己個人看了 是很感動 講香港社福問題 他的制度 記者怎樣揭示真相 最後也跟台灣有關的 因為他在今屆六十屆金馬獎 是拿了五項的提名 也是非常少有 一些講香港社會議題 那麼深入的 一些香港電影 干預內政 干預內政 什麼呢 什麼呢 專業台獨 人家拿金馬獎去爭促 我們這些是說好香港故事 是啊 你一直是說香港 你一直是說香港都是台獨的 都是港獨的 那時候有一個新聞說 有個中國網民 他說有個台灣朋友 口口聲聲都說 你們中國我們台灣 他覺得很生氣 所以香港都不能說是 我們的香港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這一個就應該是 重新說過 《百日之下》這部電影 是講述在幾年之前 中國香港劍橋護老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尊重 搞定 那就可以大家看看 《關於中國香港劍橋護老院》 這則新聞 另外他改編出來的電影 好 這個時間我們去一去廣告 回到來真的要說一下 現在的南白陣營 整合得如何 到底北京會不會 疑似再出手 廣告回來繼續 緊貼台灣總統大選 在地觀察民情變化 2024台灣選戰系列 YouTube及Patreon每月 優先收看 敬請支持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啓了IG account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及節目資訊 即刻follow 港時事 論經濟 報道法庭新聞 小爆荒謬人士 星期一至五 香港時間1點 一起收看 五家新聞評論例 好 廣告回到來 繼續台灣選舉 我們講北京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 這個應援鵬 裡面是哪個總統候選人 我不想知道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個到最後裡面 原來是 這個防彈少年團 你這麼聰明 類似 你家裏的應援產品 我不覺得是這個 什麼 首先講回台灣選舉 我想補充兩點 我知道Jacky峯有 想去講一個話題 就是 中國這個元素 一定會是這次的一個 但是發不發酵度 這個真的很值得我們觀察 因為不敢說 什麼意思呢 上年的總統大選 蔡英文能夠大勝 天知我知你知 丹仁老都知道 就是因為反送中事件 他派了一個猛將 林鄭 林鄭 很猛 無論台灣評論界 都知道是因為 香港反送中 所以這個蔡英文大勝 當時 在野黨 現在的在野黨 不斷評擊 民進黨 只賣一種產品 就是芒果乾 你知道他講什麼意思嗎 芒果乾 沒錯 這次不是賣芒果乾 這次是賣 類似是賣 總之都是再拿來炒 我忘記了 有第二種食物 忘記了 但是這次 中共的議題 是炒不炒得起 我們都想知道 譬如馬民軍 其實以我的立場看 是很大件事 將這個潛艇國做洩物 民進黨都覺得是大件事 因為民進黨 是重點地去打 但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反應 這次郭台銘的稅事件 趙天倫的事件 有多大反應 不知道 還有加多單 OP 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話題 炒作者 他最近炒作了一個議題 有一樣東西叫不分區立位 這裏不特別長講 我覺得 有點像 超級區議會 大家可能容易理解 而且他那個 你看到他選票名單 很長 因為通常都是你選到第幾席 通常第一個必入 只要爭取第2、3、4、5 沒錯 這樣很快就解釋 沒錯 因為OP不夠腳 OP是一人戰隊 他會找一個 我有學者 徐春鵬的人物 可能做這個不分區立位 這是誰 這是六倍 他不是普通的六倍 他之前有媒體報導過 他以前是中共幹部 在六、七年前有份叫黃報 怎麼介紹他 那時候介紹他很正面 叫一個六倍 怎麼來到台灣發展 就說他以前 在中共做幹部 就有特殊 工作 性質特殊 有專屬的配車 這個問夢翁就應該知道 以前中共幹部 幾十年前 有專屬配車 就不是一件那麼簡單的事 夢翁他也是分配到泳褲 他就靠那條泳褲 這個是光明頂 我們經常拿夢翁的泳褲出來說 拿籃球膽 再加一條泳褲 就這樣游了過來 夢翁也只有泳褲 但他有車的 不懂得懂 就推出一個議題 這個擺明是跟中共有關係 不要說是共諜 放在不分區立位 還不是他入境 如果你排頭的話 OP說句話 他就說 我們台灣 如果只說六倍有幾十萬人 六倍連他的親戚朋友 可能有百萬人 一個百萬的群族 為什麼不可以沒有一個民意代表 哇 這個很踩界 因為 深藍 國民黨 覺得沒有問題 深藍 沒有問題就是深藍都未出到六倍 我想說 沒錯 深藍都在說 你這個民建聯出新移民 這麼瘋 就是新移民 陳勇在民建聯都沒有出來做直選 都是放進去裡面 他現在反過來 走出來 我就是找個 內地人說普通話的孫東 Exactly Exactly 其實他就是 搶你深藍的票 所以這個我們 這次很值得觀察 就是中國威脅這個議題 究竟在選舉裡面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這個可能 要邊做邊去分析 但是我想說呢 我們想先說回那些 中國現在出了 不可以叫做陰招 出了一些攻勢 無論是涉物 或者是茶稅 都好 其實我先說回這裏 我們這個中國的影響 你會看到 為何全部都是七雙拳 先說茶稅 你就擺明是 擺完自己的台商 是嚇走後面 整班台商 是 剛才你說的那個 趙天倫的案件 是更大的問題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間諜的作用是怎樣用呢 就是擺在你身邊 跟著投票的時候 變回自己人 就是用這一招來做的 你現在反過來 湯 11個 都沒用了 是不是 渣也不再說 湯渣也不吃 我想喝完湯 湯渣要放下 留下湯渣 現在你怎會 放棄湯渣呢 不合理 你怎會放回政府 還有他應該入到國防委 他是國防委員會 國防委家委員會 所以問題就是 你沒理由 現在立刻出來 斬攬 我為了 對你的 綠營攻勢 我就把自己 培訓了很久的湯渣 是不是 都拿回了 這些驗照 那你真可憐 你是不是嚇走 以後的湯渣 是不是 是的 我覺得 第一 可能他還有很多 在手 提外說兩句 還有一個叫鄭文燦 傳出 他一些 開訪的片 而且在澳門那裏 這也是詭異 鄭文燦開訪已經不是新聞 是的 第一件事 可能他有很多人走 這個不奇怪 是不是 之前你招待過 那麼多 你以為民進黨 沒有很多人去交流過嗎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我覺得就是按來不住 就是因為 這個分析我覺得 都不無道理 因為見到美國人出手 即是你不出手 我不出手 你出手快馬加鞭 推郭台銘出來 可能是 你又再出其他招 我不等了 而且現在 1月13日 只剩下兩個多月 我當然是趁這段時間 你又出招 我又出招 可能是這樣 所以就出了一些 你認為 本身這張牌 收起來 不行了 現在已經到揭衷了 扔出來了 可能是這樣 是呀 湯渣可以弄好很久 你放在政府裏面 可以放幾十多屆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你現在這樣推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有人說法就是 裡面還有其他燕子 所以我死一個 不要緊 這是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就是 不是呀 我現在好像你所說的 我現在山窮水絕 我一定要推出來 但是後者 都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政策目標是什麼 我這個策略的觀察 這個統戰策略目標是什麼 如果我最簡單去說 他想贏總統選舉 剛才所有的策略 都沒有一招傷害到 這個賴清德 非常好 有見地 所以我們就必須講講 這個大選 雖然我們的焦點 好像全部都是總統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都開始 在第二個更加深遠的戰場 就是立委選舉 立委就是類似我們的立法會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類似我們以前 或者美國的國會 不要用我們的立法會 我們立法會現在太好了 太團結 太完善 跟台灣這個低級的比不上 沒錯 這些低級的議會才會吵吵吵吵吵吵 這些高級的議會是很安靜的 很安靜的 最多有些人 被拖出去而已 OK 沒什麼大問題 我們都沒有人拖出去的 今年 沒錯 好了 大家終於知道立委 就是在說立委 立法會 就是去到立委選舉 現在立委是民進黨過半的 但是由於民進黨 這些執政黨實在是 大鑊的 而且民進黨也不是 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這麼說 其實誰做執政黨 都是很多問題 好了 所以這次的選舉 很有機會 或者 共產黨或者在野黨 爭取的目標 不讓你民進黨過半 是很有機會 現在就100億 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你揭示了另一件事 我們是不是已經 不再想著 那些藍白合流 堆壞賴清德 這些是否已經暫時放下了 不是很想的 不是不想的 但是問題就是 好像這樣 我們現在面對旁邊的YouTube Channel 很厲害的觀看數 我們現在 一起合作 兩個Channel 一起合作 問題是我們一談合作 我們這個新的Channel 合在一起 是誰排頭呢 OP先行頭 還是後友誼行頭 你說 朱經鋒和我 當然是朱經鋒行頭 假設 我們一向都調轉了 你叫網點 假設他的Channel 只有一個名字 這次朱經鋒和沈玉輝 加上一條頻道 要動壞蕭生的 沈玉輝說 我是沈玉輝 我是得高夢中 朱經鋒就說 你勾了 我現在才是後喜之秀 兩個都談不起來 現在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以上的擺明設計的說法 你看看下面已經寫著 行頭的那個是沈玉輝 我們已經談好了 台長是沈玉輝 第一個是國民黨本身的問題 國民黨本身的問題是什麼 究竟是誰 現在有幾個權力 有幾個 算是核心 第一 你論一個 黨的一個角度 一定是主席朱立倫 因為 總統大選 一定是講黨的機器 而國民黨 是很厲害的 你不要看民調那麼低 他一個 地區的勢力 幾萬人 幾萬人根據行內 判斷 起碼過千萬台幣 假場就是做世大會 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報大數 我只是聽回來的 所以 黨的主席就是朱立倫 但是總統候選人是侯友誼 但是在整個策劃方面 那個是簽符衝的 還有不計後面現在一個 最有號召力 票房保證的韓國瑜 還沒計趙小康那些戰鬥男 你現在哪個作主 一直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你哪個作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 現在一談到 一談到 誰做總統彭頭 就糟糕了 他民調高過你 全民調 別說那麼多 大家都這樣做 亦都合理的 這個決定也合理 後友誼當然不想 是不是 國民黨不想 後友誼一定不想 朱立倫 朱立倫 好像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朱立倫現在心想其他事情 如何保住主席的位置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 叫民主初選 正如之前這個 什麼家的民主初選 你也是想說一些 審議而已 審議而已 說初選吧 美國民主初選 美國民主初選搞多久 搞很久 你現在11月20日要交表 怎麼搞 還有一搞之下 一定是講 因為你要講街站 你要有10名去投票 你就是講動員力 你民眾黨哪有國民黨的動員力 即是輸定 所以兩個都提出一個 對自己有利的做法 就談不完 所以總統候選人 接近談不完 那就談第二件事 就是政黨的配合 政黨配合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說 將來假設一起 我們要國會過半 OK 我們的要求就是國會過半 這樣的做法就是 這些位置 我們就不要撞他了 Exactly 又是以前類似這些 這些我可以說的 泛民協調 什麼 這個你不行 我說協調 你說這個 不是雷動嗎 我叫 掌聲雷動 掌聲雷動 協調我認識 那當然是講的 趙家賢 沒錯 咬耳朵 糟糕 你能夠出這些名字的人就知道 其實聽到這個節目 還要明白了 剛剛以上香港人的名字 我懷疑他最少都三十幾十十歲 說真的 現在年輕人喜歡聽這些 我真的不知道 年輕人喜歡聽什麼 不知道 以前是由 抑敏年代 將政治娛樂化 所有人變成明星 不過不要緊 說回剛才那個 協調那個容易做 因為那個就是大家分區 但是無論 OP 和 這個 南和白 是怎樣合 都好 我們解決不了 問題 如果以個人魅力 當然是OP 但是 以黨的機器 OP的機器 不行 這麼久以來都知道 搞活動也不是他搞的 他搞那些什麼 海盜集會 那些都是王國昌 和館長搞的 對 所以 其實根本上 那套機器 那套機器 黨機器 是放在國民黨 結論 如果 藍白合影 有機會是什麼 要不就吃了 柯文哲所有的東西 但我相信不會 因為柯文哲的票很鐵 和相對地 國民黨的票 是 flexible 可以隨時動給其他人 如果你是這樣想 國民黨真的是 呆了 我們整班裝腳要碰一個新星 境外 黨外人士 是 彎道 超車 還有 你剛才說的 神仙大帝 個個都是 選過總統候選人 連戰鬥男都選過 你又說了重點 果然是 網台的選擇 傑克風 地區的立委 就很糾結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個 術語叫 母雞和小雞 就是總統候選人 就是母雞 是最有號召力動員 好像以前 這些可以說的 好像楊岳嬌 一抽五 你明白嗎 或者做誰 例如梁嘟嘟 我一個 十個 假設總統候選人 就去幫助地區立委 例如現在賴清德 一天跑十九多場 其實侯友宜也是 但是之前他們覺得侯友宜民望太低 所以為什麼立委才會 蠢蠢欲動 就是 當其他的候選人過來 例如 國台銘未參選之前 甚至OP之前 最好一起站台 有聲勢 有聲量 所以就算你說的協調 其實執行起來很尷尬 譬如這個區 OP不派人 OP不派人 我撐你的國民黨 國民黨的立委當然歡迎 OP來撐我 我們一起下架民進黨 國民黨立委 然後 國民節 當選 你真奇怪 這件事很輕鬆 安民節當選 然後國民 你發覺你合併了 不是不行的 但以前試過 其實這件事 在北京陣營是做過很多次 最有名的 就是合併了 或者吊亂了 民建聯 以及公聯會 其實經常發生 以前是一雞兩尾 或者一個字頭兩個人 我記得王國興有幾年 不知道是誰 是揹著民建聯的位 互相借 但問題就是 因為當時兩邊 已經 中央領導得很重要 我隨便派個位給你 你今天是民建聯 明天就是公聯會 這件事做到 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 不是一樣 不是 都不同的 兩個機制體制不同 不過你講真 最後找了一個科長 就找同一個 你找了部長 就找同一個 是不是 但你平時的辦公室 不同 上班 但是 現在整件事不同 國民黨是深厚老政黨 你要那些老黨員跟柯編 或者柯編無故學者走出來 變成資深國民黨黨員 怎麼行 學者得其他都不行 所以現在是 很貧臨一個破局的邊緣 就是 你剛才說 執行上 你也不知道怎樣 也有很多深藍 開始 受不了 因為覺得屈辱 我泱泱大黨 是不是 他們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第一次的藍白合會面 就叫黃金會 黃先生和詹芙聰 詹芙聰風度偏偏幫你拉凳 提出民主初選 一番對 OP就說 我不知道各位網友知不知 或者朱潔鋒知不知 OP 第一句說 我給你選你也算不了 這樣 什麼用 吵架 然後吵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無厘頭有人爆出 OP想找韓國瑜做副手 即是說我找韓國瑜 或者甚至找另一個 我都不想找你侯友宜 即是說 OP就不喜歡侯友宜 我們不要說看不起侯友宜 而且韓國瑜本身 都不是很國民黨 所以其實是很獨立陣線 韓國瑜就是 不過韓國瑜最近和侯友宜 一起去跑 跑景點 但先沒有這一筆 即是說有一些 國民黨 或者可能他是深藍 其實已經很頂不住 這個 柯文哲 這個火頭 究竟會不會爆出來呢 就是有一個破局的危機 就呼應你 其實行不行 行不行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最後 被執行起來 兩個黨的意識形態差那麼遠 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一起有一個共同理念 就是下架民進黨 這個是理念 都不是不行的 選舉的策略 一時之間都或者可以的 但當去到深入的論述 其實就很難 其實就 那又不要這麼說 某幾年香港立法會選舉 某些政黨都是針對自同一個黨去打 那就是散了 你要明白以前有些選舉是 本土民主第三個已經不能說了 本土民主 還有 你問我又問 你問我又問 是不是 還有 還有有改變 民主有改變 沒有抗爭有改變 沒錯 所以 現在去到這個位 基本上總統看款 現在還有20天 除非我們講鬼故 是不是中共的無形之手 又這麼有威力 能夠促成這個藍白盒 先第一件事 你看看你能夠促成郭台銘退選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郭台銘 剛才說 你這樣用七雙拳 會不會有效 值不值得 如果打中就值得 如果郭台銘真的退選 那如果別人說 好我就跟你促成 那你就要考慮了 揭出來你能否贏 如果郭台銘不退選 OK 那你是不是要搞富士康 你會搞的 因為你不搞的話 別人會發現 原來他四兒子 二兒子底 但你一搞的話 他七十萬員工 你是不是 全部都解僱了 不是 他不是七十萬員工 是他幫你養了七十萬員工 不是台灣的 還有蘋果 蘋果不就跑了 被逼跑了 不是誰跟他做 你是絕對責任的 內需責任的 出口責任的 這個叫僱傭責任的 我知責任的 你會不會做 這是我們第一樣觀察 郭台銘究竟前路是怎樣 第二樣東西先看 究竟藍白的合 總統現在就這樣觀察 就很難合作到 立委合作 其實就是很虛的 剛才所說 因為OP都不是很多人 他就說這個位置就給你了 這個位置我就不參選 我們只是想知道學者去哪裏 我們不理其他的 哪個學者 是學者 是學者 是 我不理其他的 是看學者 不是 你趙天倫沒有了 我也不介意 你說是王節 你對於我來說 你又看學者 又看王節 接著有賴品餘 這場選舉就好看 距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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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趙天倫也走 我們之前一直都是 鳳山王節 我很熟悉 是嗎 厲害厲害厲害 真的 我們專門喜歡這些項目 所以 中共究竟還有什麼招數 我們可以想像到的 一定是繼續 會繼續表演肌肉 例如剛在鄉山論壇 什麼都要說 都是那些 台獨 可能找一些 張又俠 對張又俠 軍事 你本身不是張求俠去的 李尚福 本身是國防部部長 不過我想全世界都在問 你國防部部長呢 你不要問 總之台獨不合 我們之前說過 這招是很高明的 這個叫做 擾敵之計 你想來探測我們中國軍情 國防部長你又不知道誰 外交部長你又不知道誰 火箭軍司令你又不知道誰 連前總理都不知道誰 我問你怎樣查 是不是 我問你怎樣評估 你怕不怕心臟病 你怕不怕心臟病 你怕不怕 怕不怕 怕不怕 所以中共出了什麼招 譬如剛才說 即腳掃肌肉 肯定戰機育飛來飛去 那在貿易上會不會出什麼招 或者在那些人 還有什麼材料會爆出來 這個是 還有兩個月 究竟還有什麼勁料爆出來 這些真是難以想像 所以我們今天就揭開罪幕 幫我們12月開始的台灣選舉特輯 幫大家打定 因為真的好看 說真的 你不要說美女 其實我們 因為今屆都比以前好 其實我們現在看整個台灣選舉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中國政府的遙拒操控能力 其實我當是中國政府經常說 西方世界長臂管治 現在中國政府就試試 先由一個自己的省 長臂管治 對他來說是內政 其實我們全世界都在看他 你有多有能力控制到這件事 所以就觀察這兩個點 究竟郭台銘選不選 以及藍白整合贏不贏 但是今天本身 領頭羊那個是賴清德 說了一整個小時 都沒有關係 沒有什麼存在感 我都沒有看過一個領頭羊是這樣的 什麼我先領先嗎 對 所以這次的選舉 在這麼多次裏面 當然在台灣的政界來講 他們覺得公認最精彩的那場選戰 都是陳水扁 贏了宋彩宇 那場選戰 兩槍 兩槍 是不是就是兩槍 兩槍之前 兩槍連任 兩槍連任 但是他贏了宋彩宇的那個 被譽為選戰之中的極品 但是我覺得這次都很精彩 你想想就快到了提名前 兩個月了 你都不知道哪個參選 究竟是哪個參選人 你還是不知道 這個是幾樸索迷 還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譬如說 很少見是民進黨領先 你想想之前 無論是陳水扁也好 蔡英文也好 對,全都打來打 pretend 這是一個 這次是一個 逆轉勝 這次真奇怪 馬拉松第一次開頭 有什麼重要的 然後她打算繼續用舊口號 但逆轉勝 已經沒有 在事前 例如先日前的高級賽事 逆轉勝 還沒有用 我要告急 現在是賴清德告急 告什麼急 沒錯 所以這是第二 這次再沒有任何跟台大法律有關的人物 之前的總統也是 還有全部都是本省人 一上台都是惡加烈綱的 所以這次的選戰是有趣的 堅尼地頻道和CZ Channel 我們希望能夠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有多少資源的話 我們可以多拍一些東西 做一些直播 做一些訪問 怎樣說 我舉手 我還欠台灣選舉在地anchor 先幫你密析一下 看看有沒有美女 我不介意賴品如自己做 我們首先是這三個必請 就是賴品如王節和學者 你找一些有份量的 紅手柱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很正 很划算 還有有一個是 我忘記是誰 那個押著 阿掌生那個 誰是掌生 我們先調言一下 很多有份量 我忘記了那些名字 想忘記它很久 我們請了什麼人幫忙 做我們這個台灣選舉系列 拜讀大家多多支持 當然大家如果真的很沒興趣 說回太陽餅 我們也會從善如流 你也在下面留言留下 你想做太陽餅 我再說 台灣選舉特輯 就變成旅遊特輯 你在下面留下 先跟你說 我們現在來到民進黨黨部 以前是真的 以前有一間叫金時定金關的日本料理 很好吃的 無敵的海鮮飯 搬走了 去了內湖 OK OK 沒關係 還有很多明星 還有很多食物 遠遠不絕為大家介紹 你們支持這個行業 拿著浮航道章去看國民黨選舉 對不對 沒錯 有興趣的 DM我過來報名也可以 感謝支持 我們努力 好 明天回來見你們正經繼續 逢志祥一定贏 OK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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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再見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 account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 和節目資訊 立即follow 緊貼台灣總統大選 在地觀察民情變化 2024台灣選戰系列 YouTube及Patreon每月 優先收看 敬請支持 港市市論經濟 報道法庭新聞 小爆荒謬人士 星期一至五香港時間1點鐘 一齊收看五間新聞評論例 我們下午餘的支持 大午館 我們下午餐